2号吗 欢迎霞下来 看见我们现在在罗伯敦群岛 在馏威aju 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块酒吧 而且小朋友可以進去的酒吧喔 這裡是一個冰酒吧 我們一起帶大家進去體驗一下了 那我們先來買票吧 先破口一下裡面就是像這樣 有這些冰做的東西 有一點像是冰的博物館 走吧 這樣不會熱嗎 裡面是一下的 裡面非常的冷 不不不他已經幫你打開了 對 亮的喔 沒有小朋友的 有一個女生 這個 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 你自己戴著 你變成雪人了 這個是沒有袖子的 然後這邊有手套 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 摸一下 真的是 是啊 這通常是真的啊 不會 我覺得他這個蠻溫暖的 來來來來 我們先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 這個戴下來 貓的耳朵就不會冷 這邊 這邊還有這個 北極熊的地毯 但是不要坐 你坐你 屁股就冰冰了 那這個有毛的可以讓你坐 很酷耶 他這個全部都是冰塊 有點像是來到冰雕斬的感覺 你看這個那麼冰火 我還是可以 看全部這個桌子 這個都是冰塊做的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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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耶 你要不要自己溜溜看 我不要 不要一直溜 你小朋友就有溜過了啊 我在這邊接你 溜溜溜溜溜溜溜 欸 你為什麼溜不下來 你要用這個 你這樣你的衣服都吃掉了 你要坐在這個上面 OK啊這邊還有這個 就是 應該是一個戰士吧 這樣 斯巴達 冰雕的船 它裡面就像來到了那個北極圈艾斯基摩忍住的地方一樣 摸不到 它這是在冰塊裡面的雕刻 不是在外面的 看起來像立體一樣 很厲害耶 把它刻在裡面 還有這個是北歐的神話 一定會出現的這個北歐戰士 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雕工都非常的厲害 雕在裡面的 鮭魚 哇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維京大戰船了 挪威最代表性的這個戰船 這邊還有我們的 LITTLE TROO LITTLE TROO 這個維京大戰船 再加上我們這個LITTLE TROO 就是一組的了 它這個 這個是那個耶 巡鹿的毛 坐在這邊就不會冷了 加上這個也是美人魚 好冷喔 那這邊就是他們的 酒吧區了 然後我們會有迎賓酒 這就是我們的入場的門票 我們會有這個 防海的大衣 然後手套 以及一杯銀冰酒 那如果說你想要多喝一杯調酒的話 可以選擇三百的這個方案 我們是買家庭票的 所以有兩張銀冰酒 還有兩個小朋友的飲料 那我們現在來換囉 這邊我們現在要來換酒了 看一下 這個是冰杯喔 我們現在在這邊 它整個裡面是零下-6度的 超級冷的 所以要穿這個雪衣 然後這個 這是 這是紅酒 這個就是銀冰酒 我還有多一杯 買賓酒 喔!有濕的 你一樣是用這個冰的杯子 我的 沒有瓶 這邊 這是我們的家庭號的 有四杯可以選擇 然後它還多送 我們會杯雞尾酒 超讚的 這杯雞尾酒 我是點賓酒 讚 你的呢 有薄荷的味道 我的是 芬達 你的應該是 School driver 小孩子喝的 School driver 這個是我們的銀冰酒 乾杯 它這個全部都是 冰下去做的這個杯子 下面還有一個杯子 以免它融化掉 它這樣 很酷耶 在這個冰屋裡面喝酒 我們來歐洲那麼久了 第一次來酒吧 就帶他們來這個很有趣的酒吧 進南香香也可以來酒吧喝酒 超酷的這間 冰屋酒吧 在這裡只能待45分鐘而已 那其實那也是為了安全性的著想 因為在這麼冷的地方 待45分鐘 說真的 而且又喝了這個酒 說真的 我們會結冰 可能會冷死在這邊 所以那這個安全性的考量也是正確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日後會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喔 小鈴鐺 我們在這裡 這個還要動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把它 spin